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今天呢,来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时间 血球的花芽呢,会有哪几种状态啊 因为有很多花友呢 就是说自己的血球叶片还是绿的 就像我这一片母本这个样子 然后就害怕说自己血球上面没有花芽 明年开不了花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血球现在它的花芽有哪几种状态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带大家看一下 底部的那些比较饱满的芽 能够看到的这一根比较短一点的枝条呢 是前一段时间它从底部冒出来的一个比较壮的芽 因为大棚里面温度比较合适 所以呢,它还继续向上生长了 但是呢,大棚晚上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差不多 所以呢,它也进行了花芽分化 大家可以看,这根枝条的顶端 它的这个芽是非常骨,非常饱满的 我们可以用手捏一捏 是非常紧实的 像这个芽呢,就是花芽 还有底部 可以看到这里 这有一个非常饱满的芽 这也有一个 像这两个芽呢,也是花芽 现在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到明年春天 它开花了之后 这两个芽的花 甚至会比旁边枝条上的花开的还要大 就是有一些老制开花的品种 到第二年春天 它这个芽条长出来之后 它开花了呢 会有花有绝的 它有可能会是新制开花 其实不是的 像这个芽点 它现在已经进行花芽分化了 它这上面已经是花芽了 这个鼓鼓的,非常饱满 所以呢,对于这个品种来说 它其实还是老制开花的 因为这个花芽已经在前一年的冬天都形成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枝条上面 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古的芽 这也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 这三个芽点都是非常古的 那这三个芽点呢 它也是花芽 到明年春天呢 它也同样的是会先长出来枝条 然后再开花 像底部这些非常粗壮 非常古 非常饱满的芽点呢 到明年开的花都是会非常大的 然后再往枝条的上面来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芽点 像这个芽点呢 它就是叶芽 到明年呢 它就是只能长出来叶片 而不会像旁边这一个 这个芽这么饱满 这种就是花芽 像这个就是叶芽了 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第二种呢 就是枝条顶端的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芽 这个就是花芽了 它也是非常古的 捏起来是很硬的 而且整个 你别看它上面有小叶片 当然它小叶片 全都是包裹起来的 像这个芽呢 都是花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旁边的另外一根枝条 像这个枝条上面 这个芽也是花芽 但是它现在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是刚刚开始进行花芽分化 等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芽点也会长得非常的古 非常的饱满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它还是在一直生长 没有进行花芽分化的 因为品种的原因 就是有一些品种 白天温度在20多度 然后晚上温度 只要在10度以下 它就能进行花芽分化 但是有一些品种呢 它可能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白天温度和晚上的温度 都在10度以下 它才能够进行花芽分化 就像这一个 大家能够看到 它中间的这些小叶子 都是新长出来的 是在继续生长的 然后我们可以扒开看一下 这个中间是什么也没有的 根本都没有刚才像那样子 比较古一点 饱满一点的芽 这个能够看到中间 有一个非常小的芯 这个呢 其实还是个叶芽 它接下来会继续向上生长 长叶子 像这种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去放到室外 让它温度低一点进行花芽分化了 第四个呢 就是心脑质开花的品种 像晚上温度低的话 它就进行花芽分化了嘛 可以看 这枝条顶端 这些鼓鼓的 这都是花芽 看这个 这些鼓鼓的都是花芽 然后旁边这一颗 因为还是同样的 白天大棚里面温度高 所以这个花芽 它就 非常的鼓 这里面都已经有小花了 然后这根枝条更明显一点 看 这个就是它的花苞 然后还有一个 这根枝条上 它的花就已经开出来了 这个品种呢 它是家成 它本身就是心脑质开花的品种 所以呢 它花芽分化的 对温度的要求 也不是特别严格 然后花芽分化的时间长度 也不是特别严格 所以像放在大棚里面 它现在就一直的在开花 一直的在开花 我记得直播的时候 也给大家看了 前几天 有一朵家成的花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美甲子上面的花芽 看 每一个枝条顶端 它的花芽 都已经出来了 虽然这个非常小 但它也是花芽 因为这个可能是刚开始的 旁边这个 然后还有这些 大家可以再去仔细的看一下视频 看看前面没有进行花芽分化的 和这些已经进行花芽分化的 去对比一下 只要枝条顶端有一个像这种的 小小的鼓鼓的芽包 虽然它比较小 但是呢 说明它已经在开始花芽分化了 像刚才那一个 就是上面完全没有这种小小的芽包 那就说明它还没有开始花芽分化 还在继续的向上生长 向上长叶子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赞 关注 转发吧 如果有其他官员眼花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话都会回复的 拜拜